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我们了解了第三对祖师成员大师和第四对祖师法教大师 这两位祖师因为他们没有显著的净土意理的著作留下来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一些深情事迹 成员大师我们上次谈到 那么这位祖师之所以列为净土中的第三代祖师 祂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大家还有印象吗 第三代祖师成员大师 修苦心修什么苦心呢 那个一般人都能做得到 他修的一个苦心叫什么苦心呢 波舟三美 波舟三美 这个是在立德祖师里面最显著的一个特色 那一般一做得多长时间 九十天九十夜 晚上也在睡觉 一直在行走 惊醒 那么他一个非常显著的 显著的四地是什么 对 他仍在苏婆世界的蓝玉横山 但是当四祖法道大师入境以后 竟然见到他站在阿弥陀佛身边 然后经过问阿弥陀佛才介绍到成员大师 他竟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圣迹 这个是我们第三代祖师 这都是唐代的祖师 第四代祖师呢 法道大师呢 五分念佛 这个他传承五分念佛 这个五分念佛的音声是从哪里来的 从很远来的 从极乐世界来的音声 他入境 得念佛三位入境以后 契入到极乐世界 他倾倒极乐世界念佛的音声 所以他这个五分念佛的音声 我们在苏婆世界念的时候呢 能够和西方极乐世界产生共鸣 互相之间这是有感应的 那么还有一个其他特色呢 他有很多这种 因为他得念佛三位很早 所以呢 他很多时候都是吃饭啦 就做打坐啊 念佛进行啊 不经常会入三位入定境 或者定中了 见到很多非常殊胜的景象 那么在这些祖师中间 他在舞台上见到什么 借到文殊菩萱 那特别问文殊菩萨问了什么问题 他问问题以后 文殊菩萨对他的开示是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应该做哪两样事情 这个时代的众生要修福修会 文殊菩萨对他的开示 有两种方法 哪两种 非常非常简单啊 想都可以想得出来 修福修会文殊菩萨 开示了两种方法 哪两种方法呢 第一个很明显是什么呢 念佛 对 念佛是可以 真正是可以 可以智慧的 第二个呢 修福放呢 从来来修呢 共养三宝啊 这个三祖和四祖 我们大体上就是了解这两位祖师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了解的是 第五代祖师 上康大师 第六代祖师 有明大师 和第七代祖师 姓唐大师 三位祖师 那么上康大师 依旧还是唐代的人呢 那么到有明大师 和姓唐大师呢 就到了宋辈了 那么下一次的讲座呢 我们得学习有明大师的私了解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上康大师 这个上康大师是第五代祖师 她是浙江人 浙江晋雲山人 那么所以她的声势呢 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 而她母亲回用呢 是因为她梦到 她在晋雲山那一代的井湖芬 井湖芬去炒山的时候 然后呢 梦到了这个山上的玉女啊 就是仙女呢 手拿着一朵莲花 然后呢给了她母亲 然后并且告诉她母亲呢 说这朵朵莲花是非常吉祥的 现在呢 暂时积到你这边 那么以后呢 你会生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孩子 那么你要好好地爱惜她 那么然后呢 她的母亲就回用了 到了她生产的时候 她瑞相是非常非常地显著 这个并且呢 她母亲生产的这个过程 就是一直是充满了一种莲花的香气 那这个孩子生下了以后呢 也是长得非常地庄严 很可爱 眼睛大大的 我们看这个嘴巴也长得非常地可爱 那么也是在有人没人的时候呢 最喜欢打坐 那么一坐下来就笑嘻嘻的 所以人缘很好 那么很多这种看相的 像的 就是说是这个小孩子是降相之才了 以后呢 肯定呢 是会有很大的出息 但即使就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她看到每个人都笑 但是呢 她不说话 一直不说话 一直到那七岁的时候 还是没有说话 那么有一天呢 她母亲呢 就到她们家乡附近 仙都山的零三寺去拜佛 那她母亲就无意中就指着大地里边的佛像 问上康呢 就说 这个你认识吗 结果上康就开口了 说 释迦摩尼佛 这就是 大家都听到以后就特别特别的奇怪 说是 七岁以前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开口呢 就直接念着本事 释迦释中的名字 名号 那么母亲呢 马上就想起 她在灵魂用钱 那一个梦呢 所以呢 就知道 这个小孩子呢 是 与佛 是有着身后的姻缘的 她的母亲也很幸福 所以 从小呢 就把她送到零三寺去出家修行了 那出家呢 一般在传统的 我们大乘的丛林寺院 有五年的学界时间 五年都是学纪律 学规矩啊 那么 之后呢 才开始学习各种大小城金融 那特别是 对于大乘的这些大父亲 像法华 华言 楞言呢 他都已经学习的非常精通 这之后呢 就开始参学了 所以一般都是 这个五年学界以后 都会正式的收纪 收纪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参学 光丹 那么 由于他本身签字很聪明 很聪明 所以呢 他就和这些文人斯带夫 以及这些上流社会的诗人 交往很长时间 那这个交往呢 前后有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这些诗友啊 这些文人斯带夫呢 都宗称他叫少威少人 或者叫想要诗生 这个少威少人呢 是因为他出生那个地方了 正好和 牵上这个二十八秀的新秀 少威新是想对应的 所以呢 叫他少威少人 那在全他诗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有李端啊 小刘庞青啊等等 有十一位这样的有名的诗人 和他有过这样诗词的仇打应对 就是古人这个一般就是 我写一首诗给你做一个问候 然后呢 你要写一首诗 还有要回给人家 作为这样的应对 所以就说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就一直出家以后 学了一定的打成经典的基础以后呢 就和这些上流社会 算是上流社会这些文人斯带夫阶层呢 一直的交友 这要一直到了四十九岁的时候 四十九岁的时候 他是参学 游历到了洛亚北马寺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寺院 这是佛法传到中原地区以后呢 由皇家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 那么在北马寺呢 他逛单住下来 然后有一天在大殿中拜佛的时候呢 看到有东西在放光 然后呢 就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结果呢 是发现了放光的呢 是善导大师的著作 叫西方画导文 这个西方画导文可能是一篇短的文章 也可能是一部著作 一本书 那么这个我们目前呢是无从考证 因为善导大师呢 有些著作呢也失传了 那么他也深知到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 当然了 在他那个时代 他早就呢 对善导大师啊 非常的熟悉啊 也遭遇耳门 所以他就说 如果说 他与净土法门有缘的话 就希望这轴经文呢 再放光 我们知道 宋代以后才有印纱书啊 那个书才是一册一册装定起来的 那宋以前呢 都是一卷轴一卷轴 这个书呢 都是一卷一卷 这样卷起来的 所以说 他的西方这轴 这一轴这个经文呢 如果说是他与净土有缘 就让他可能再放光 那么他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 刚一动了 结果呢 这个西方画导文又显现光明 那么这个是 上帕大师他自己亲眼所见了 所以 对他的这种触动很深 就说 善道大师和他呢 是有着非常殊胜的姻缘的 那么 他马上就 对着西方画导文顶礼 他说这个 结石可秘了 这个千地可异啊 他的志愿不会给变 那由此以后呢 就放下了这些诗词文章 放下了这些交友啊 放下了其他的修学 可以是一心一意修学净土法门 那从洛阳出来以后呢 他再往西到了长安 长安到了善道大师常驻的光明寺 去朝背善道大师的影堂 影堂就是纪念堂了 那么他在顶礼 对着善道大师的舍利顶礼的时候 突然竟然看到善道大师 身在空中 然后呢 对善道大师呢 就讲法了 就说 如果说你依照 这些善道大师话 然后显现 对着善道大师说 你如果说是依照我的教法去修学 那么 这些教法呢 当然 都是在主要是在 关键诗学书里面 那如果说依这些教法去修学 去利益一切众生的话 那么你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 能够和我一样得生西法极乐世界 那么善道大师 这样的一次 这一次的发现呢 就是对于善康大师呢 这种信心的建立 就更加的坚固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就是 整个善康大师 他从西安出来以后 那么一再往马马马 开始往南边走 到了西安和湖北交界的江陵 就是湖北荆州一队 然后到一个寺院叫果院寺 在这个寺院去灌丹 去礼佛的时候呢 遇到一位出家人 他对上康说 说是你的缘呢 你度化众生的缘呢 不在湖北 不在这个荆州 也不在长安 你的缘呢 在浙江的新定 这个是 这位法师对他说的 那么 说完这句话以后呢 这位出家人就不见了 然后呢 留下了一些香气 留下了一些光明 那么 双康大师就知道 这个应该是佛菩萨 对他的指引的 所以就开始往浙江新定 这个地方去行走 那么这我们可以看到 浙江新定 这个地方是在华东地区 你看 如果说我们看 初祖 慧远大师 他主要在江西这一带 在荣山 那么二祖呢 到 善导大师呢 这个主要 他的文化的地域呢 是在长安这一带 这是 目前来说 我们一般就要在西北 如果说 真正来说 从整个地区来看 他算是 比较中心的地方 那么到三祖 成岳大师 主要他的活动地域在南越 湖南南越这一带 那么四祖呢 法昭大师 主要是在三西 三西五台山 那么到五祖 五祖呢 我们看上康大师 去浙江新定之前呢 其实 这一块地域来说 浙江这块地域来说 其实是 进度版本是 传播是非常非常弱的 所以呢 他们 佛菩萨指点呢 让他 到这个地方去弘法 那这个其实呢 也是 也是 有 非常特殊的 不可思议的因缘的 所以 我们不管是 任何法师 你要弘法的话 他和哪一个众生 和哪一个地域的众生 有缘呢 那这些众生就容易度 那他讲的呢 这些众生就容易 牵得进去 他如果说是和这个地域的众生 无缘呢 他会非常辛苦 因为素食没有种下这样的缘了 那么 可能跟他超海 掉的还很多 所以 我们看到就是 浙江大师 门 佛菩萨指引呢 就到了这家那个地方 那么他刚去的时候 当然是 因为这个地域太陌生了 这个对于净土法门来说 嗯 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少清道 所以呢 他在那个地方弘扬 净土法门呢 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那么 萨江大师怎么办呢 他就从这个小孩子入手 那么 他就一般 一边在这个城里边 画园 那其实 如果说是 让大家有布施 有布施的话 他就拿着这些坑里边 这些居民所布施的钱财啊 就叫小孩子念佛 那么小孩子念一身佛呢 他就跟人家一文钱 那这样就是 时间久了以后呢 这小孩子呢 一看到他过来了 都抢着念 拉姆阿弥陀佛 那么后来慢慢的小孩子多了 这个念佛的人也多了 大人也开始念了 就是这个城里边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和尚 只要有人念佛呢 他就给人家给钱 所以呢 这些大人也念佛 那慢慢的呢 就是变成就是你念实生佛号 然后呢 他给小孩子一文钱 一文钱 或者大人也念实生佛号 也给他一文钱 那么 这样这慢慢的时间一久呢 就是整个的新定城里边呢 男女老少都会念佛 当然这个男女老少都会念佛 有些人是 真的是有善根的蒙发了 把素食的善根启动了 是有一定的信愿能够念佛 所以见他呢 是恭恭敬敬的念佛 那么有些人呢 善根不足 但是呢 见他也念佛 可能是开玩笑的 在念佛 那么还有些呢 是对着嘲笑的口气 在念佛 那么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在那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呢 就很会的 把净土法门 把念佛法门推广开来了 让大家呢 能够都念 那么阿弥陀佛 不管是什么样的心配 那么 这句佛号当然念出了以后呢 功用就能够产生了 那么有了这样的 这个念佛的基础啊 到了五十八岁的时候 那五十八岁的时候呢 他觉得就是 光念佛 大家对于净土法门的立理 要是了解不透车的话 那依旧那么信愿是不坚固的 所以呢 他就开始建道场 这个我们知道 你要弘法的话 是要有一定的基地的 那么建立这个道场呢 要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要念佛 所以他带大家能够深深的了解 净土的立理之位呢 并且呢 聚众 聚众呢 让大家在一起一起 共修修学 那么修学的方式 那个时候呢 主要是祝坛三级啊 就是一个三层的打的平台 那么大家聚在一起呢 就是在夜间的时候 唱《战二十四器》 这个就是《网三笼》里边的 二十四首寄送 那么这个主要是 坑阳赞叹 净土法门 以及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 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啊 那么到灾日的时候呢 来到这里修灾念佛 经行的人呢 是非常多 所以说前后所化的这些众生 有三千多人 那么 上康大师所建的这个道场 现在这些在原址上有重建 这个道场呢 依旧还在 在浙江的建德 叫乌龙山玉泉寺 这个规模也比较大 他是以善而建了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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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的 这个整个在那边呢 念佛法门呢 依旧还在传承 那么 上康大师他不可思议的一种 境界现象呢 就是 念佛的时候 他会 有佛像 有佛像 放光的佛像呢 从他的口里面出来 就像脸珠炮一样 他念一声 有一种佛跑出来 那么念十声 有十声佛跑出来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善导大师 为什么叫光明善导 是因为他念佛是口出光明的 念一声有一道光明 念十声有十道光明 那么上康大师呢 念佛不仅仅是有光明啊 并且他是有佛像 从佛里面出来 所以大家呢 就把他中为叫后善导 后善导 又由于你看 他对于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啊 产生不退的信愿 都是由于碰到善导大师所做的西方化道门 以及在西安 这个长安 在背记善导大师隐唐的时候 善导大师显现不可思议禁忌 对他说法 那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呢 所以呢 这个善导大师呢 他这种行持 行持上面呢 与善导大师呢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他在这样念佛 他说口出光明口出佛像 然后他并且对这个 见到他口出光明口出佛像的人说 他如果说你见到我口里面有出佛 那决定能够得往生的 那这是他对于弟子们的受往生计 设计能够得往生 当然 同样一个法会里面 那或者说同样在念佛的境界 这场景下呢 有些人是能够看到他口出光明口出佛像的 有些人是看不到的 那看不到的这些人就很着急啊 所以说为什么其他人都能看到 同一个境界里面我看不到 那就说明这些看不到的还是 法少善根了欠缺因缘了 所以这些同学呢就更加的精进 更加的努力 那么多人都看到 像高大师能够念佛口出佛像口出光明 但是自己竟然看不到 然后更加的努力 直到能够看到大师 也能够看到他念佛是口出光明 那么他到了六十九岁的时候 六十九岁的时候呢 就召集弟子 就是要对净土法门呢 要起真正的真净心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要产生真正的好友 要从心底上真的要深信 极乐世界它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 阿弥陀佛它的存在是真实的 那借理这样一个生命的目标 这样一个终极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那么对于相对的 对于苏佛世界 要生起念离之心 苏佛世界的这一切呢 是让我们祭福这三界不能处理的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呢 依旧纠缠不舍的话 那么我们要得往生呢 要能够脱离三界轮回呀 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阻力了 那然后他就说 大家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看到我放光明的话 就是真正的我的弟子 所以说明这个时候 他放光的话 也是可以真正的往生的 那么这些话说完以后呢 他就又放光树道 然后呢就盘可就往生了 就是走的时候 所以说对象很显著 然后呢也是非常的自在 那从这个少康大师 他这一生来说 对净土法门他的贡献呢 当然也是非常的显著 我们看到这些列在净土祖师 这些贵的一共这十三位祖师 他都有各自对净土法门的一些特殊的贡献 那么除前面这四位祖师以外 这圣康大师 由于他的对净土的起性 以及整个的行持修学 是深受圣道大师所影响 所以呢 他一直是坚持进行专修念佛 就是他修的方式很简单 虽然说他也讲经说法 那么讲经说法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明白事理 建立更加深厚的信愿 那对净土法门不要生退传 那么由于圣康大师他的教化的重点 是在普通的民众 所以他刚到浙江这个地方的时候 净土法门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呢 他是从小孩子入手 然后呢 慢慢的影响到大人 影响到整个浙江新近一代的人 然后再慢慢的从那边呢 开始散播开来 那么他是修学有瑞向的 所以像这样的祖师 在我们历代祖师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他是以这样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度化众生 让大家对于净土法门呢 产生信心 那么同时呢 为了让大家能够兼顾信心 所以呢 他建立道场 能够宣扬净土教义 那么所化的生殊二重 人数也是非常的巨大 那么另外一个 善瓜大师呢 他在这一生中呢 有一个非常这个可算 可以说是一个创具性的一个作为呢 就是把当时的正位之声 变成念佛的应用和念佛的歌调 这个正位之声呢 就是在冲秋战国时期啊 也就是当时的正国和卫国 就是中原的两个小国 那一代的民间小调 那这种民间小调呢 属于俗裕 俗裕就是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喜闻乐见 这个劳作兼夕啊 或者说有聚会的时候 祭祀的时候啊 唱这样的小调 就像我们有时候唱着歌贼戏啊 唱打戏啊这样一样 但是这个是在儒家的正统里面呢 他们对这些音乐呢 不是很重视啊 因为它是属于民间的这种 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音乐啊 那所以它不算是这种正式的礼乐 也不算是正式的功勤音乐啊 不为儒家所重视呢 但是像刚才是到这个地方呢 他把这种民间的音调呢 这个本雷斯佑雷唱大戏的音调呢 变成了唱佛号 因为他在唱佛号呢 让佛号呢唱的是 大家感觉这种 A中有喜啊 喜中有悲啊 有这种感觉啊 又有不怨不怒的感受 所以呢 这种调子呢 在当时它一唱出来以后呢 民间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这个就是弘法的方式上面 我们看到 就是说这些祖师大德嘛 给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启迪啊 你包括如果我们现在有些 也是用这些一般的 借用有行歌曲的这种音调啊 来唱佛号啊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能够用 一般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 大家能够接受的音调 把佛号啊 能够传播出去 或者说艺术歌曲里面 你包含的要弘扬净土法门的 或其他法门的意义 能够唱清楚 让这些年轻人都能够 牵得进去 能够喜欢 那个可能比我们 在做的这里一本正经的 告诉你啊 哪个目鱼 要念佛啊 所以一般人可能更加能够接受一点 因为这些 我们知道这些特别是 对于小孩子来说 你要太严肃了啊 太严肃了以后呢 你给他这些一种教育的方式呢 可能他心理上还是排斥 那么如果说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做呢 可能他心理上呢 产生的共鸣 产生的共鸣呢 会更加的多 那么更加容易接受这个方面 好 这个就是圣卡大师在浙江建的就是 当时的新定那个地方 开始弘法以后呢 从他以后啊 我们看到浙江这一带呢 就变成净土法门传播的一个核心地域 所以你看从初祖啊 慧远大师到二祖到三祖到四祖 主要是在中原 在西边 在南边 在绕着一族的传播 那么从小康大师进入华东地区 主要是吴越地区 吴越地区以后 然后这是我们后年的这些祖师们 六祖有名大师 四祖也是常祖在杭州 七祖醒唐大师也是在杭州 八祖莲池大师也在杭州 那么九祖偶艺大师在安吉 安吉到杭州也就一个小时车船而已 那么十祖行侧大师在宇山 宇山的江苏稍微远一点 那么十一祖行恩大师呢 也在杭州 主要在杭州 那么十三祖应光大师在苏州 主要就是吴越这个地区 变成了建筑法门的核心传播地域 这个就是我们第五代祖师 尚康大师 这个以后我们看这个故事很简单 那上康大师之后到了唐代的末年 唐代的末年呢 出现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毁佛运动 所以我们看历史上的三五义宗灭佛 这个第三次呢 就是唐五中李延 他的灭佛活动 唐五中李延 这个这世的时候 他这世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 那么这位当皇帝呢 也是只当了六年而已 但是呢 就在这六年呢 干了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啊 那么他在的时候呢 就把除道教以外 其他的宗教全部都回到了 那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唐代 从初唐到中唐 他的开放程度啊 是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 所以在唐代时期呢 伊斯兰教 基督教 这唐代叫锦教 还有贝火教 还有摩尼教 都已经传播到了唐代的国都 就是长安地区 那么在其他的地区呢 也已经是慢慢慢慢的传播开来了 那么到李延时期他认为 这个道教是华人的正统的宗教 那么从他们来说 因为他也 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的皇帝是姓李啊 那道教是中特上老兄 李延为创世人之一啊 所以他们也是把他 终为自己的祖先之一 那这位这个皇帝呢 崇尚崇兴道教 所以就他觉得其他的宗教存在都没有必要 那么就把这些其他的宗教下令都都灭掉了 那就是灭佛的时候呢 把当时已经传到国都的中原地区的伊斯兰教啊 基督教啊 贝火教 摩尼教也都全部毁掉了 这一次的毁灭呢 对于佛教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前面的两次灭佛 北魏时期太武帝的灭佛 以及本周时期武帝的灭佛 这个是在公元444年和公元574年这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灭佛主要是在中原的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 那么最核心的地域呢 就是在当时的山东 长安 荷兰这一带 南边 南边的中原地区呢 并没有受影响 而到了唐代时期 我们知道南北已经统一了 那么这种灭佛 规模就非常大 并且你看到了唐代末年 公元800多年的时候 大量的经典全部都已经翻译完成了 那这种灭佛 对佛教的打击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把重要的 禅士佛教毅理的这些祖师的著作 以及历朝历代啊 我们看到前面这800多年以来 这些千千万万啊 这些高僧大德们 从古代西域古代印度 所取回的以及翻译的经典 全部都复制一句 全部都上标 所以这些对于这些 特别注重毅理的宗派 那比如说是像花言宗 这个三论宗 千亭宗 唯师宗 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因为这些宗派 主要是靠文字般若 这些传播思想 那重要的这些文字般若 这样的工具被毁掉被烧掉了 那么它的传承呢 就中断掉了 所以对佛教的影响很大 那还好呢 这个家伙呢 这个自干了六年皇帝啊 然后灭伯以后 到第二年呢 他因为他重信道教 喜欢吃仙丹 本来是准备要长生不老 严寿的 结果呢 是被仙丹给堵死了 这个他死的时候才32岁 他32岁 所以你看这个灭伯的这些皇帝呢 年纪都很轻啊 你看太武帝是44岁死的 周武帝呢是35岁 唐武宗李源呢32岁 那么唐朝以后 我们知道唐和宋之间呢 还有一个古代时期 唐朝灭亡以后啊 有个短暂的五代 梁唐晋汉周 那么到了后周时期 那么后周呢 周世宗叫才荣 那么到才荣的时期呢 因为唐朝灭亡 我们知道整个的中原大地又乱掉了 然后呢又构地了 又自立为王 分为大大小小十多国家 那么到才荣时期呢 他基本上 把这些自立为王这些呢 又统一了 那么他统一呢 他觉得这个儒教比较重要 儒家比较重要 那么对于经营世界 对于统治人心呢 儒学更加适合 那所以呢 他也觉得佛教的存在 是在这个 在他所统治的治理的国家呢 是不应该的 所以他开始也是要产出佛教 那么他那个时期呢 基本上已经把整个中原地区 都已经统一了 那当他到了河北的 河北的郑州 郑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的郑定 那有些同学可能去过 郑定有保存了非常非常完整的 宋代的大寺院 那里边的塑像都是非常庄严的 那这个周世忠呢 到郑定 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些北方地区都已经完全统一了 他下令灭伯呢 因为郑定当时所供的 这个龙信寺所供的一种观音是非常灵验的 他下令灭伯了 没人敢动 那么他自己呢 就爬上去 跌着绳子爬上去呢 拿这个斧子去砍在这个观音菩萨胸口上 去毁佛教 那这个把这个佛教毁掉以后啊 然后不久呢 没过多久 他自己胸口生了一个恶疮 那么求变了所有的医生呢 也看不好 然后呢 就没多久呢 就又延期了 所以他在去世 在死亡的时候呢 才是37岁 那后周我们知道 他一共存在才9年时间呢 他周世宗在位呢 自当了五年的皇帝 那五年的皇帝 就是在突然 在基本上要统一中原的时候 就由于他这个恶疮的原因 至也至不够呢 就突然就暴毙了 突然暴毙了 那所以呢 这个之后 他这个之后呢 就进入到了宋代时期 宋代时期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五义宗的灭佛 这四次的灭佛 这四次的灭佛 三五啊 就是前面的这几位皇帝 都有一个五字 太五 太五帝 周五帝 唐代的唐五宗 那么义宗就是周世宗 一共这历史上打的四次灭佛呢 在到周世宗时期 到宋以后呢 就基本上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一下 就是在当时我们第五代祖师上康大师之后 到这个第六代祖师之前呢 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了 好 我们看这个第六代祖师 永明大师 永明大师是宋代人 我们看他出生的年代已经到了公元九百年了 九零四到九七五 俗家姓王 这个是江苏的丹阳人 就是今天的江苏正江一辈 小时候也是非常聪明 从小也是读儒家书 那么对儒学的领悟也很高 所以十六岁的时候呢 就做了提前妇 这是写了一首很长的诵词呢 赞叹当时的吴玉国的国王 叫文母王前元贯的 那么前元贯呢就很看重他 也很喜欢他 小时候呢 他也很喜欢读法华经 读法华经 他六十岁呢 他的六十千 两个月的时间呢 能够把整部的法华经都能够败下来 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 当时他是在吴玉国 就是以杭州为核心的 那么在杭州呢 做一个地方的政将 是做什么呢 就是负责呢 准备这些中需物资的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 做这个logistic 负责这些方面的 但是呢 他依旧是 在吃素 每天呢 是送法华经 也经常呢 拿到他 拿到他的薪水去放生 那么 有一次呢 因为看到这些 放生的雾面很多 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的薪水全部拿出去 全部拿出去还不够 不够呢 他就罗用了 准备要卖中需物资的银两 把这个钱拿去放生了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知道这是违法的 所以这个钱文武王呢 就很生气把他都抓起来 那 在地方上 我们知道这个 在唐宋这时期呢 他这个地方 依旧还是有王 所以说有封房 有 就是这个 浙江地区一直呢 都是钱 信钱的 作为地方的王爷 作为地方的 地方的祝侯 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 前文武王呢 他也知道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他的本性 就知道他不会 然后呢 就告诉这些 这个抓他的人 说这个人 他是拿了这个 买中需物资的钱去放生了 那按照当时的律法来说 是要砍头的 那么 你们就拿他去 拉到刑场上去 如果说他真的是很害怕的话 求饶的话 那就算了 砍掉就砍掉了 如果说 这个人呢 一点都 一点都把这些事 不放在欣赏 毫无畏惧的话 那么 你们就把他放吧 悄悄的 那么 结果就是 拉他去刑场上去砍头的时候 这个 当时那个严寿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想着自己救了这么多 这些 物命 众生的生命 那么 自己呢 又挪用了 这个 这个 被砍头也很正常 没什么事 他想着这些呢 他很坦然 一点都没有害怕 所以 这些 准备行行的呢 看到他这个样子 又报告了 当时的前忙 所以呢 又把他放掉了 那 他放掉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 发心 发心 要准备要出家了 那么 那么 当时呢 这个 雪峰传师 雪峰义从的弟子 叫令川传师 正好在 杭州的龙侧寺 在 红传 传宗的 法媚 那么 他是 那个时代 非常了不起的高僧 那么 那么 耶稣呢 我们叫尤明耶稣 尤明是 他住的寺院 叫尤明寺 那么 那么 这个 这个 耶稣大师呢 就 就被 令川传师为师 这个时候出家的时候呢 是三十岁了 那么 出家以后呢 他又非常羡慕 羡慕这个 这个 禅宗里边的 法媚宗的 二组叫千台 德少博士 我们知道 禅宗里边 六组会了以后啊 有石头宗 有宏州宗 然后又 又有跟 林济宗 啊 曹洞宗 啊 慰阳宗 啊 油门宗啊 法媚宗啊 有这样大的五个配系 那么 其中 法媚宗呢 是最后戒利宗派的 啊 那么最后戒利宗派呢 也是 这个 这个禅宗里边 禅宗这五个派系里边 最注重佛教毅力的一个宗派 那我们知道 禅宗其他的宗派都是 啊 不参学 不研教的啊 就是直接 直参自己的本来面目啊 那是少当一切的 呃 在开悟之前 连公案都不看的 也不读经的 那 法媚宗恰恰相反啊 所以他是 吸取了 楞严经里边的精华 吸取了 金刚经的波入空性 吸取了 原觉经里边的 两意 古上的毅力 那也吸取了 维摩洁经里边 真实不二的教义 还吸取了 楞确经 华严经的法界观等的 最后呢 铸成自己的法眼 所以是这样一个宗派 那么 耶稣大师出家以后 跟着天台 得少国师 得少禅师 修学 那修学 那是去入天台山去修定 那么修定的过程中呢 有一次呢 入定九十天 入定九十天 这些鸟都在身上坐窝了 他都入定了 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出定以后啊 然后来讲自己所证的境界 那么天台得少国师呢 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就把法眼中的法媚呢 就传给他 然后呢 永明元寿大师 就作为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 那所以在这个 我们净土宗祖师里面啊 一生兼两个宗派的这样的祖师啊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知道 那有些我们有些祖师 也是对于禅法非常精通 或者说天台历灵也非常精通 但是他是明确的 没有列入他们的法媚 但是呢 永明寿大师呢 他是真正是列入禅宗的 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 这种把魅力给 但是我们知道 法眼宗到第三代 传到他以后呢 就在没有传了 没有传的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禅宗大师修学净土了 那么他在天台继承法眼的法媚以后呢 在天台三国清寺 这个专修法华灿 这个在修策的过程中呢 就是感觉到 这种定力三脉又增进了很多 这个智慧呢 也增长了很多 哪到辩才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增进 那么有一天在绕佛的时候 夜里面在绕佛的时候呢 竟然绕着绕着也入定了 见到普贤菩萨的莲花 突然呢 是拿在自己手上 这就是 应该是一个华盐店里面 那么 普贤菩萨本来是坐在上面的 结果呢 他的莲花呢 到了自己手上 那么于是呢 他就去制着言 制着言 这个是在前台上的一个别分 就做了两个揪 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 要做决定 到底是修禅还是修净土 所以呢 他做了两个揪呢 说一个上面写的是一心禅禁 就是一心参禅了 另外一个上面写 万行庄严净土 然后呢 就在那边被佛祈祷 请佛菩萨明示 告诉他 到底应该修学什么法 结果呢 一连抓了七次 都抓到的是净土 所以这个他有没有办法 就放弃了 很重的修学 一心的修学净土 后来又到了这个浙江的精华 叫天助风 送法华经 一连 送法华经 送了三年 那么 在一次又入定 又入定 入定中呢 是见到观世音菩萨 拿他的干露 品里边的干露 撒到他的嘴上 那出定以后呢 突然之间 便财无碍呀 这非常非常的舒适啊 信仰这样就是到了这个雪斗三的 雪斗的凤化 凤化的雪斗四 这个时候呢 由于他本身有这样深厚的传续啊 前台啊 法眼尊这些基础啊 那么名声已经很大了 那么四方的这些出家众都涌集到了雪斗四呢 听他上唐说法 那么他也召集了当时 当时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在当时的杭州的永明寺啊 就是今天的禁词寺 那么在永明寺呢 开始编撰中进路了 那这个中进路呢 不是永明大师一个人所住的 是他主持 主持呢 召集当时的高僧大德 大家一起用力用心编程 那么这个永明大师所处的时代 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北宋的时期 北宋的时期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杯酒士兵权的赵康彦的时代 也叫赵宋 那么 百宋一开始他就接受了前朝 就是周世忠才荣的灭佛政策了 那么他们是大力的弘扬佛教的 支持佛教的 那 当时这个胡越王 到了这个时候呢 叫乾鸿筹 到永明大师到 已经到中年的时候 叫乾鸿筑 乾鸿筑 他想重修灵影寺 因为灵影寺 由于战火的原因呢 在这个五代时期呢 毁掉了 所以呢 请永明大师呢 去主持修灵影寺 那灵影寺呢 就由此而忠信起来了 恢复了之前唐代时期啊 有1300阶屋舍的规模 所以当时灵影寺的规模 是非常非常大 一般都是住三千人 五千人 这样的规模 那么灵影寺建好以后呢 就当时的乾王呢 也请永明大师呢 做重修灵影后的第一任住持 那第二年呢 就搬到 搬到永明寺了 就是今天的禁辞寺 任住持了 那么后来呢 我们知道浙江 有一条非常有名的 有名的江 叫乾塘江 所以那个 因为 当时五月这个国王先前了 那个江也先前 但是这个江 我们知道不好惹 乾塘江大潮是非常壮观 这个潮水大的时候啊 有十多米的浪高 但是呢 看似好看 但对于老本性的生活呢 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 掌潮的时候啊 这个大浪一起啊 那一片地方呢 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啊 所以呢 天王呢 就希望 希望在天堂家上面 能够建一座塔 叫正湖塔 就是 让这个塔建好以后呢 能够对于一方的本性啊 能够造福一方 那么 并且呢 他以佛教六合的理念 六合的理念 把这个塔建去 希望建这个塔呢 就请有名大师来 来监督建造这个塔 那么塔建成以后呢 就变成了当时 杭州城的标志性建筑 那么这个塔呢 近些年又修复了 依旧还叫六合塔 那么 塔的起源呢 就是由永明大师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个我们知道就是 距今有以前 将近一千年了 那他在常住在永明寺的时候 那永明寺的时候呢 把这些当时的高僧大德都集合起来 那么就编中进路 那中进路呢 是集合了当时的天台思想 华眼思想和维世思想 那举一心为中 照万法如尽 那么就说 他这种核心思想 是不离我们这一念心性的当下 由于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呢 他有不同法门的施设 但最终都是倒归 倒归我们的心性离奇的 那包括净土法门也是如此 那世上的这些境界现象 我们理清楚了 世上的实践 我们每天去做 最终是要回归我们的心性离奇的 所以中进路 他所编注的当时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 把各种各派这些不同的见解 最后呢 都能够归纳起来 那么最终归纳到什么地方呢 到归到净土 要到归到净土 所以他也有做万善同归集 还有圣旗 净土安养父 还有查尼斯了解 那么在尹明大师在七十岁的时候 这个是在 曾经在千台山有传授菩萨戒 这个时候 他有上万人得戒 就是参加授菩萨戒 有上万人 所以盛况空前 那么到了九百七十五年的时候 他世纪 就是七十一岁的时候 二月二十六号 那么端座世纪 那么图皮以后呢 全身都是舍利 建塔在大慈山 大慈山就是在永明寺 靖慈寺的后面 后面这个南山上 所以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去过靖慈寺的永明塔院 然后他往生以后呢 建塔建好了 还有一位僧人 一位僧人 从当时杭州的林安 来到永明寺 在永明塔院里面 今年在那边绕塔 绕塔当时 这个寺院里面 僧中的问他说 你为什么今年在这边逛单 不做别的 又在绕塔 在拜塔 他说 他有一次啊 他生病 生病 已经是死掉了 死掉了 后来呢 又有人把他救活了 几天以后才醒过的 但他在死掉那一段时间呢 到了 到了 铭记 看到说是 当时啊 说 阎王的 当时 他的堂上面 供着一个圣人的像 他每天都在礼拜他 然后呢 他就问这个人是谁啊 所以这个人就是 杭州有名寺的 有名人后才死了 已经是上品的网生了 所以呢 他 他环瑶以后呢 就特别来到了 有名寺里面 每天来礼拜他 那么 我们知道这个 当时 在 杭州的时候啊 那时候 整个 整个 中国的 北方地区 中原地区呢 已经统一了 那么 南边 黄河 长江以南呢 杭州啊 这些福建 这些地区呢 还没统一 就是 北宋时期 那 有名当时 临终的时候 临往生的时候 特别 对前王说 那土归宋 舍别归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没有必要再去发生战争 再去拼了 你说 你只要 为了避免战争 真正为了本性的利益啊 就是把整个的好州啊 整个的这个 都将地区交出来 就是 打宋的旗号 龟 龟宿宋代 宋朝就好了 这没有必要 那么 前王呢 就 因为自义之中 他做国师的 就清了他的话 那么清了他的话呢 就 正是呢 对宋啊 成成了 就对召唤也成成了 那么 当然就是 其实来说 没有任何的改变 前王还是前王 只是说 有唐代 然后呢 经过古代 然后呢 经过霍州 进入宋朝时期 那么 整个的浙江地区呢 就是 在有名大师 这样的劝勉之下 那么 前王采拉了他的意见 老百姓呢 正没有遭受战争之苦 那么 宋太宗大师 这个赵光义 这个知道 当时前王 纳土归宋以后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感恩 知道 他的贡献很大 避免了大规模的杀戮 所以呢 把大师所住的寺院 有名是 祠 祠名叫 寿宁禅院 那么 这位大师叫 宗赵大师了 那么 这之后呢 有名大师的法媚 也还传到了 当时的韩国 这些高历的国王 也都派人来送带来学习 这些有名大师所传下的中间路啊 等等等等 就是说 他的传播的地域 是非常非常旺的 这是我们的第六代祖师 有名大师 那么有名大师啊 在整个的 尽头中的历史上 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 阿弥陀佛的诞辰是 农历的十一月十七啊 但是 为什么是十一月十七啊 那么 我们所用的呢 就是有名大师的生日 那因为他是十一月十七所出生的 他的一生 我们看到 不仅仅 不仅仅是在弘阳净土 弘阳禅中 也在弘阳其他各种各培 那每天做一百零八佛事啊 就是任何的助善万行 他都不放弃 那在那个时代 在前往这个作为五岳地区的国王啊 他是非常非常喜欢供哉的 那他经常供哉 有一次供哉的时候呢 当大家人都到齐了 那么上手的位置呢 是空的 就是一般大家这个上手的位置呢 都很谦虚嘛 都不愿意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长耳的和尚 进来以后呢 毫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在那个上手的位置 那当时其他的人很不开心 就是你这个游方生 一般都是没有常住在某个寺院的 那你进来以后 坐在上手的位置 所以这些都是手坐和尚的 或者在前面呢 都是住车和尚的位置 你竟然坐在这个位置 就拉他 那一般寺院里边就是生殖师 就是负责纪律的 就过去拉他 拉他呢 拉不动 拉不动呢 又拉他的耳朵 拉耳朵呢 一拉了 把耳朵拉到门口了 这个人寒坐在那边 温饰不动 就是耳朵拉得很长 那这个时候啊 看他没办法 然后呢 其他的人赶紧说 不要动了 我们就这样了 赶紧进行贡摘吧 然后举行仪式 那么贡摘结束以后 前往倾道这件事情啊 然后就问有名大师了 就问有名大师 说是今天贡摘一般 说贡千身摘啊 一般是由冰头鲁宗哲来应供 因为释迦失踪呢 让他留在我们这个世界 为我们众生重负钱 不让他说明 那么冰头鲁宗哲 那么随意一般说贡千身 这一次他都会来到这个现场来应供 他就问 冰头鲁宗哲 这一次有没有来啊 当时有名大师说是 冰头鲁宗哲没有来 定光古佛进前来了 那前往倾道说 定光古佛是谁啊 就是你们准备赶出去 那个长耳朵的和尚 长点 把人家耳朵都给他断掉了 那前往倾道以后 就赶紧去追啊 赶紧去追 这个 结果追到山边的时候 我们知道杭州也得多山啊 追到山边的时候呢 他直接就跑进这个山里面 石头里面进去了 人都不见了 那么追的人呢 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在他即将 即将进入这个山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 弥陀绕蛇 就是阿弥陀佛你多嘴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 那么 去追的人 回来就告诉前往 说是人 尽光古佛没追到 他直接引到山里面去了 说那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他说他留下呢 说是弥陀绕蛇 弥陀绕蛇 什么意思啊 阿弥陀佛多嘴啊 这个尽光古佛 我是问永明大师才知道的 那什么意思 赶紧往永明寺去赶 等赶到永明寺的时候呢 永明大师也已经做话了 这个是佛法里面 我们看到说是 当这些身份暴露以后啊 他的这个世界就不能长住了 他马上就要做话 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不然的话 你看 大家都知道你是阿弥陀佛在来 或者说知道你是观音菩萨在来 你还不走 在那边 这个是不符合佛法的教义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你可以有些这些味道的邪教的 动不动说是自己是某某佛菩萨在来 那么我们知道 以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四季形化 我们都知道 这些真还是假 一下子我们就能够辨清楚了 这是我们第六代祖师 有名大师 那么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诞长 我们放在十一月十七 农历的十一月十七 就是因为有名大师 是阿弥陀佛他的四季 他的生日呢 就是十一月十七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第七代祖师 是显唐大师 前面两位这位 这两位祖师的简历都很简单 那么显唐大师更简单 那么到了显唐大师的时候呢 到了这个 已经到了宋队 宋队的中后期了 那么进途法门呢 那这个时候啊 在当时中原的南北 传播都已经非常广 特别是在浙江地区呢 开始兴起了一股 效仿会员大师 会员大师 结社念佛的这样一部分歧 那么结社念佛呢 并且呢 上到王公贵族啊 向到这种平民本性呢 都采与 因为这种结社念佛的形式啊 这种大家一起共修的形式啊 对于进途法门的实践和推广 以及念佛的这种启会啊 那么对于整个的修学 都是非常有帮助有增进的 那么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呢 刑朝大师呢 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在推广念佛法门 那么本身这个刑朝大师呢 是浙江前唐人 就是浙江本地人 这个生在古代的后洲时期 那当然了 小时候呢 我们看到也是很聪明 七岁的时候呢 父母亲呢 就送他到寺院中 七度出家了 那经历了十年的沙密生活 到十七岁的时候 发行受俱读戒 就是受比丘戒 那么受戒以后呢 他也是非常的精进 学各种大乘经典啊 特别是对于千台教义 非常的深入 但是从他自身修学的感受来说 他是非常喜欢进度念佛法门 那特别仰慕第一的祖师 会员大师 所以呢 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 就在杭州的高庆寺 这个寺院现在还在啊 现在还在 那么在高庆寺呢 就开始专修禁义 然后就开始结社念佛 那么他以华言经里边 这些禁行品啊 禁行品作为结社念佛的一个理论议柜 所以呢 他这个介立的这个society 就叫禁行社 那么禁行社呢 当时呢 这个禁行社的会首 就是首席弟子啊 是当朝的宰相 叫王丹 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他社寿的 那个时候念佛的人呢 是各个阶层都有 上到当朝那个时期的宰相啊 刚官啊 下到普通的百姓 并且他的念佛社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那么念佛社呢 固定呢 是有一万人 那么有人往生 后面呢 是都是在 后面的人呢 都在微填的意思上面 有人往生呢 才补禁了 没有人往生呢 就是保持那个意外的 就是说 所以在当时 整个杭州地区啊 影响非常大 那么大家都来 敬乡来入社 敬乡来做师 做佛啊 来赞叹这么多人 念佛这桩盛事啊 那么这个期间 这个期间呢 警察大师呢 也吃血 吃血呢 吃手指的血 写了华严经的进行品 与大家结缘 那么他的吃血血经的过程中啊 每写一个字 要背三背 绕三杂 然后 乘三生佛名 也以站台相互啊 叼了阿弥陀佛的像 那么 像叼成以后呢 税里大众 在阿弥陀佛的像前发愿 说 我与大众 从今天开始 发大夫妻心 要尽未来寄行菩萨道 愿尽此生 求胜安养 能够快速成果 能够快速的利益众生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 咸池上面 这个信唐大师呢 所做的 我们看 就是一般的普通百姓 都可以做得到的 他没有讲述这些 高深的理论啊 因为 从二祖善导大师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净土宗的 礼义啊 教理和 义学方面 这个基础已经 扎得非常的深厚 那么行持方面呢 根据不同的时代 根据不同的更新啊 众生的更新啊 那么 修学的法门 当然是 看采取从哪一个 哪一个角度去欺辱 能够引导大家修学 那么 醒唐大师所采取的 就是从 《黄严经》的进行品来欺辱 在大师六十二岁的时候 他在端坐念佛 端坐念佛念了一会儿呢 然后大家都听到 他大声的喊一声 佛来啦 然后呢 大家看到这个地上 啊 这个地上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 然后 他很长时间 才消失 但这个 这个时候 大家一看 清朝大师呢 他已经 往生了 所以呢 这个 大家呢 都把他建塔 建在鸟壳船寺 鸟壳船寺的旁边 啊 叫原禁法词啊 啊 那么 这个在我们啊 啊 这个 建土宗的历史上 有关系 唐大师的记载 是非常少的 那 他的 毅礼方面呢 啊 这种著作呢 也是我们 基本上进去看不到 但是从他的 行持上面 特别是 他对于 《华严经》的重视 那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华严经》 到了唐代时期啊 到清朝大师时期呢 啊 已经是有了这样 非常完整的翻译 那 东晋时期 我们知道 去拉巴陀罗宗者 翻译了《华严经》 那么 唐代时期呢 实际上来 佗宗者 就是翻译地藏经的 也翻译了《华严经》 那 在这个时候 其实 《华严经》翻译出来以后啊 在整个的上流社会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些贵族阶层 和知识分子中间的阶层呢 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的 那 因为大家在读《华严经》的时候 才知道佛的毅力啊 是如此的宏大不可思议 所以呢 吸引了那个时期 一大批的这些上流的知识分子 上流的贵族阶层呢 来学佛 那就是从《华严经》来入手 虽然说我们看到在晚唐时期 有唐五宗的灭伯 把这些大部的这些著作呢 都分烧掉了 但是 我们在古代寺院的传承过程中 因为有之前这些灭伯的经验呢 大家对于藏经书都有一套 所以你看 一般的有多大的阶类呢 这些经书呢 都能够藏下来 那 那在醒唐大师这个时期呢 到了宋代 那么他又把《华严经》呢 又拿出了呢 以进行品作为大家依照的修学的日常的功课来做 进行品 《华严经》的进行品 一共呢 有140多种基数 那么对于日常的生活啊 就是日常生活中 应该如何的起先动念啊 这是很有启发的 那比如说 就菩萨在家当愿众生 知家信空免遭逼迫 这是我们在家菩萨日常修学过程中 我们建立家庭 这是世界人容的基础啊 也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建立家庭以后 我们知道家是众缘合合的财物啊 我们和父母之间 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之间 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 我们和这些亲戚之间 那都是由于或深或浅的姻缘 或者说是或美或丑的姻缘聚在一起 那所以有些家庭来 互相都很感恩很欢喜来报恩的 有些家聚在一起呢 鸡飞狗跳来报冤的 但是不管是好的家庭还是不好的家庭 既然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尽到我们作为家庭议员的责任 但同时我们了解到 这NA的关系啊 它依旧会消散磨灭的 家的书信起现是空的 我们懂得这些意理就是说 当这个家庭的因缘聚散 在发生的时候啊 我们心里面会很清楚 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家庭的聚散现象 当家里面发生任何的重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清楚 我们知道这些呢 都是我们正常的因缘果报的现象 所以了解这些义理啊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啊 我们都知道 这是很正常的因缘义理 很正常的因缘义理 不要被这个所控惑而不知所措 所以呢 说不要被其逼迫啊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都已经了解到这些毅力 真实情形就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呢 依旧还是要珍惜因缘 尽量解善缘 不解恶缘 那再比如说是 孝世父母 当愿众生 善事与佛 护养一切 那父母 就是像家庭里面的佛菩萨一样 那么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教育啊 是父母亲所给予的 那我们的生命也是父母亲所给予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父母 都没有最基本的孝敬的话 那到千里之位去 对着佛去烧下 又有何意义呢 那最基本的人容 我们都没有尽好 最基本的基础 我们都没有炸好啊 那么做其他在这些之上的 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那么从孝敬我们的父母开始啊 我们知道 这千下众生都有父母 我们也中见其他一切众生的父母 不仅就是人道众生的父母 那明了这些义礼啊 在这样基础上 在这些基础上 在一心一意的去护士佛法 去学佛去修学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进行品这些文字啊 都很美啊 如果说是华言经太多啊 你要读一遍至少啊 一般都三四个星期才能读完了 但是里边有三品啊 进行品 范行品 和普贤行愿品啊 这三品进行呢 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那然后呢 里边所谈的呢 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那对于我们呢 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 说 那妻子聚会 当愿众生 愿亲平等 永迷贪着 啊 妻子而愿 有缘聚在一起啊 我们知道 不管是曾经是有缘的 还是曾经非常亲密的 既然聚在一起 都是有缘的 那并且呢 不是一般的缘 能够进入一个佳期呢 能够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啊 那这要生生世世 是要结多深的缘 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啊 那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 那我们要一平朝鲜去生活 那互相忠心 互相爱护啊 感情好的时候呢 要启任到 总有一天这些感情 是会有效在莫名的 感情不好的时候呢 要启任到啊 我舒适了 钱还钱还多了 这一分之呢 我欢喜了还在 那不管对家庭里面 任何一个任何议员 都做这样的 都做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想法 那么我们自己本身 这种冤真之心啊 慢慢慢慢都会吸出 若得五欲 当愿众生拔除欲见 就近安影 那当这种五欲享受现前的时候 这种欲望呢 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扎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剑 扎在我们身脚底里面的刺一样 那叫欲刺啊 那这些欲刺呢 只要有一根 扎在我们脚上 扎在我们手上 我们红色都不舒服 所以呢 要拔除欲见 就是当享受这些五欲的时候 或者五欲现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 要有礼有节 在这个世间 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反复众生了 这有些最基本的需求呢 我们也无法避免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有个吃度 把握好有个吃度 不要去重 放纵我们自己 那么渐渐的 渐渐的 通过控制以后呢 我们能够 吸出我们这些 不好的这些要欲 那么对于我们好的欲望 这善法欲啊 学佛的欲望 帮助他人的欲望 这是好的欲望 要保持 那这些做好了 我们才能够就近安寅呢 心里面才会非常非常地自在哀乐 说 既月聚会 当愿众生 以法自愈 两迹飞食 你看 聚在一起 歌舞啊 唱卡拉OK啊 或者说 其他的娱乐活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些眼前的娱乐活动啊 真在那里说 当然有时候 有些人呢 压力太大 有这样的活动呢 作为生活的巧解 这也是 无可厚非 但是呢 不要沉迷于其中 为什么呢 因为沉迷于其中呢 我们就会堕落在里边 身色全满 就会变成像吸毒一样 会越来越上瘾 我们知道 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是让我们往下沉的 而真正的 能够让我们上升的 是在法里边 在佛法里边 得到真正的法喜 法喜是清安的 所以这种各种各样 这种娱乐活动 你看 玩了以后呢 有些人玩了 甚至喝酒啊 大头大脑 结束以后呢 你第二切非常空虚 然后很后悔 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但是呢 那其他这些活动 又一叫了又去了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些本来 它是满足我们感官欲望的 这种感官欲望 本来就是我们 耐在的 我们有这样 与我们内心的 这种怀劳是相应的 它真的是 导向是不真实的 导向是让我们轮回的 而真正能够产生这种 亲近的发育 亲近的发泄 亲近的发泄 产生很久的安乐 很长的安乐 那是要通过文法 通过实戒 通过修学 那我们所得到的这种情安 才是真正非常真实 所以 这些就是在进行品里面 所谈到这些章节 章节是非常详细的 包括走路的时候 看到上坡路 我们骑冬天要什么 下坡路 我们骑冬天是什么 走直路 骑冬天是什么 走弯路 骑冬天是什么 非常有意思 大家呢 下期可以读一读 好 那么这个 醒唐大师呢 我们就介绍这些 那么 宋代 这个 这两位祖师 从第六代祖师 有明大师 到第七代祖师 醒唐大师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从整个佛法的传播来说 唐代时期我们知道 各宗各配都已经完全建立 那么各宗的弘扬呢 也是都有着长足的发展 但是呢 在唐代时期大多的宗配 我们看到 除禅宗和进途以外 大多的宗配 依旧还是在上流时候的弘传 因为这些 你要学维世啊 学天台 学华言 学山龙 那没有深厚的这种文字功底啊 你光靠餐啊 那什么有办法去能够去入进去的 并且一般我们知道像这样的状态 你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底啊 你可能入门都后来入进去 而到了宋代 我们看到就是发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转变 比较大的转变呢 就是由于唐代末年这一次的灭佛 把大量的经典 以及大量的这些祖师大和的著作被烧掉了 而禅宗和进途中这两个宗配呢 因为禅宗他本来就不注重用任何经典 所以呢 禅宗在宋代时期呢 传播依旧是非常广 而禅宗呢 这些义礼上面就没有像天台华也等的这些宗篷那么复杂 所以主要如果说行持的话 你依据佛号行下去 那么日常你背佛背下去就可以了 其他呢 这些义礼方面 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去掌握 那是更好的 如果说没有机会 那就老老实实念过 所以就传宗和进途 在整个的宋代呢 传播是非常广 并且呢整个深入到了明天 那么宋代这些文人学过呢 也是非常的多 你看到做到怎样的 就像佛碧啊 赵切啊 张黄平 文言博 司马光 女公主 王爱石 这些等等 包括苏哲张商英 这些都是大主啊 在那个时代 影响非常大的 这些大学者 那么他们能够学佛的 当然也是对于整个的佛教地位的起升 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几位祖师 从慧远大师到善达大师 到陈远大师到法赵大师 以及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 五祖商康大师 六祖永明大师 和七祖醒藏大师 这七位祖师 这七位祖师呢 在建土宗的弘传历史上 虽然说在不同的时代 从慧远大师时期 到刑传大师时期呢 跨度很大 东晋时期 一直到宋代时期 有六百多年 达近七百年的世界 但是我们看到 这几位祖师呢 在洪传进土过程中呢 他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我们进土中这些祖师大德呢 正好和其他宗派这些传承 都是不一样的 其他宗派的传承呢 是要上一代祖师大德认可 下一代祖师呢 然后呢 传法卷给他 传一波给他 而进土宗这些祖师呢 都是在这些祖师往生以后 那么四中弟子呢 根据他们平生的得业 他们对进土宗的贡献呢 大家推举出来的 所以这七位祖师 我们看到在到宋之前 那么虽然说 他们在不同的地域 以不同的方式 在弘扬进土 那么有些偏重于行持 有些呢 偏重于毅力 有些呢 根本是没有留下个三言两语 但是依旧 他们在进土整个的传播过程中呢 就像信心一样 产生着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在今天 我们在回顾这些祖师大的 他们的生平 他们的世界 依旧对着我们 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 就到此 好 愿佛接引圣安养 好 咱们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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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